大家好,欢迎来到维远国画课堂,我是维远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就是国画山水画里边的典景茅屋 好,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茅屋的画法 尽量稍微干一点的墨 因为表现茅屋上面干草的那种感觉,所以墨也不能太湿 一个茅屋的画法其实直接先画出茅屋的一个侧面 剪顶 剪顶 woman 很快 a a b a a b 透视的关系 所以在画这边的时候 另外一个茅屋的面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两条线 这几条线 它们之间的平行关系 这个茅屋 还有一个大窗 好 现在在这个房顶上面 用短长的直线 来表现一下茅屋的感觉 不用画满 只画下面一边就好 这就是一个茅屋的画法 好 接着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两个茅屋的时候 有哪些情况 首先两个茅屋的时候 有平质法 就是两个茅屋在一条纸线上 都露出来 先画前面的 我们看到的茅屋至少有两个面 最前面的最完整的这样一个茅屋 至少有两个面 我先不着急画下面的一条线 里边的线条一定跟外面的两条线要平行 这边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一样 盛开 好 这部分画完了以后 给它加一个小窗 好 最后边的最完整的 完整的已经画完了 接着在它的左双角 继续画第二个 被遮挡 平质法其实它们就是 有一个正面朝我了 然后两个方向也大致一样 因为这个有遮挡 所以这个稍微画高一点 同样是两个面 但是另外一个面被挡住了 蝶子面画的帽子 不出现吗 但是 它们有很多那种 只能看到它们很高的 所以 相信 它们有很多 正面的准备 插来 用这个面团 不正式的准备 那些的准备 用一个白色的准备 用一个白色的准备 好 滑进去 在 半面团上的准备 用一个白色的准备 用一顿插 用一个白色的准备 用一个白色的准备 好 后面的这个房子的装饰就不用加太多了 这个就是两个茅屋平质法 接着我们再看两个茅屋斜质的时候 斜质其实就是有一个茅屋它是放斜了 另外一个是平的 方向不一样 两个茅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是前面最完整的一个小茅屋 然后接着我们画后面被它挡住的一个 这个我们方向就直接向右上方 在画的时候注意它防凉的这条线的方向就好 感谢观看 好 这样三种茅屋的形态都已经展示给大家了 现在呢我们就来换一张纸 我们之前学过的山石也放在里面组成一幅完整的山水画小品 我们还是先从前面的石头入手 从最前面的石头 加一些山石也放在里面组成一幅完整的一幅完整的一幅完整 感谢观看 好 前面的山石基本上画完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加旁边的小茅屋 会挡在山石的后面 中文字幕 杨茅屋 好 加几个毛屋 毛屋也有平质也有斜质的 然后它们之间都有这大关系 现在我们继续把前面的山石村杀加上 然后我们继续把前面的山石村杀加上 做菜完了继续在这个小猫屋的旁边给它加一些东西 有猫屋就可能有小院 那我们加一些篱笆墙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K 好 这些点茧基本上就完成了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给它用淡的颜色 再染一下山石和毛屋的颜色 先给它加一些水 改颜色的时候水分一定要大 笔度的颜色和笔尖的颜色也要有一些区分 跟着它的形状 就像一个人街状的颜色 就是这个人街状 在那边就像个小小的颜色 再给它加一种颜色 再给它加一种颜色 就像个小小的颜色 也要看一样 就像个小小的颜色 来看一样的颜色 在那边就像一个小小的颜色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个小平台上也染一些颜色给它 好 这幅画题基本上完成了 现在我们可以用一些浓墨 给这个山石上点一些台点 提点一下 因为现在整个画面的色调都比较灰 不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幅画题基本上完成了 也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山水画小品了 好 下节课我们要学的内容应该是楼阁的画法 继续是山水的点解 维远工画课堂 轻松快乐小工画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